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的消费券拿了尾用成如何 还有究竟知不知道怎么用呢 当然消费券要用这个所谓电子化的做法 根本上是香港政府一种技巧 这种技巧当然就是刺激消费 但是刺激消费与此同时 也会为一些商家制造一些牟利的机会 就是当消费券是一个所谓压迫性使用 要用完才有新的手法 我们叫做财技 其实政府的税收一直都非常健康 原因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减税的措施 即是当经济增长收入增加 而实际上免税额没有减税 这种状况在香港其实都维持了很久 其实就是特区政府 所谓公共理财的一贯手法 就完全忽视了市民的基本权益 当然今时今日 政府有钱派 有消费券你用你就用 还说这么多种物 但是这种做法 就往往是给机会那些商人的牟利 这种牟利 就不是那些小商户 我们是讲那些跨区跨国的链锁链 例子就是刚刚在维康 就看到这包石斑楼的售价是60元 但是你在小商店去买 竟然是41元 那你就会很惊人 那个价钱相差得这么惊人 那你就可以深知 同一样货品 你走多些不同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差别这么大 那些大型超市连锁店的铺利 是怎样去牟取的 当你小心点 你想也不想就去买 那于是大家看清楚 消费券 为什么不直接派钱 谁都要消费券 压迫性消费 你要用清用光 才能拿到新的 那于是你的资金 要限制你的使用方向 用途 那你自己计算 是不是市民 拿到很多好处 但当然 也是那句 政府有钱你用你就用 有券牌你入蟹 说这么多话还不错 分到一些给你 那你就开心 还说什么 今时今日 多谢大家的时间 再见